长寿宫 第一步窃吃昆仑长生酒 长生酒不是指平常市场上卖的酒,它指人体口中的唾液 老百姓口说的口水是人体的生命之水,也是健康之水 如果口中缺水就是口干舌燥,表示经络堵塞,肾脏功能不佳 肾水称圆晶,也是先天之水不足,使身体产生燥热 炎症水火不济,水火不兼容,不交通 就有很多病症如口炎,鼻炎,眼炎,耳炎,舌炎,喉炎,食道炎,气管炎 皮炎,胃炎,大肠炎,肺炎,肾炎,膀炎,膀炎,心臟火旺,小肠炎 皮肤炎等等症状,可见口水的充实是生命健康最重要因素 百姓称口水,佛教称甘露水,又甘又甜 道教称金叶,金金玉叶,穷江玉叶 神仙道内丹称自家水,三个字合成一个字毒药 也是自家身体内的药,专门治疗自己身体内的病症之药 是以古人炎自己身体生下来,有自己体内有疗愈的药称自家水 也是金叶,甘露水,口水 如何使口腔内的口水充满,温热,甘甜 就是内丹养生的基本功,也是道丹养生的重要必备条件 口水的作用 口水,在中医上被称为金金玉叶 素问,经脉别论中说 引入于胃,游易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经,上跪于肺,通掉水道,下疏膀光,水经四部,五经并行 意思是说,今夜经过胃,脾,肺,散布到全身的所有血管当中 唾液里面含有天然的抗癌因子 如果人身上有一些会助长癌细胞生长的条件 唾液就可以对癌细胞造成威胁,甚至杀灭 所以,中医自古以来,很重视唾液养生法,就是这个原因 俗艳有云,日艳唾液三百口,保你活到九十九 唾液有如此功效 只要人们每天依法炮制,持之以恒 自可永保健康美丽 每一个人,爸爸金刚,长寿孔都要学会 管这个切齿,捆轮,长寿酒,看不过,谁也看不过 就是那个舌头在那个压杆上,浇来浇去,浇来浇去 浇出来的哭水都在咽,没有哭水不要咽 没有哭水,你孔液,时间烧了一场,糊液疼 孔液又活,糊液疼 没有水不要咽 但这个水剁了后来,不要一大口鼓动一下,得咽下去 你这样一点的咽 咽了就送到肚脐下边 都要离开肚脐 在这个圣灵前边要有七寸,在这个肚脐的后边要有三寸 是孔液一个大气球 但我看见过,就像一个气球,就像那个煮水波,锤波那个样子 那么你往下一看,他不敢动 真图怕下母,不能开图嘛 所以说,一段时间这个母不能赶快想 你下来快的话,那个图害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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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